現在我們再把這個身體的細節在生物的雕刻一下 刻畫這種比較凹陷的地方 把一些固寫的地方再用carry筆刷去把它叼起來 掉出這種折批的感覺 後面的細節,肌肉細節再強化一下 刷的鼓起來一些 要把它這種肌肉感給刷出來 手臂後面的細節我們可以用這種灰色材質去畫細節 先用這個比較小的筆刷去畫這種凹陷 所以我現在可以用這個筆刷去畫面 可以用這個筆刷去畫面 有在一起嗎? 有在一起? 是嗎? 有在一起? 有在一起嗎? 有在一起? 在一起嗎? 是嗎? 有在一起嗎? 在一起嗎? 用移動筆刷調起來一些 用移動筆刷 用很細微的凹痕去刁一些 我們再回到頭部觀察一下 底下被遮擋的部分就沒必要去刁它了 再回到身子 把這細節改到底下來 再去雕刻它 好 感谢观看 先用褶肉再画得深一些 再加强一下肌肉的厚度感 一些地方可以把它再掉得厚一些 强调一下凹痕 凹痕的起始点 你把它挖得比较深的话 它整个肌肉的一个紧闷感 就会体现出来 就是说在起始的位置 凹的比较深 但是你不要一整条凹痕 你都去很平均的一个 非常深的一个凹陷 这样看起来它就很假 就是说在起始点你可以挖得比较深 然后慢慢的虚化出来 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 肌肉的一个雕法 就是说它是肌肉紧闷感的一个雕法 对比较深的一路 是肌肉紧闷感的一个雕法 就是这样的肌肉的四边 其他人是否根据的人 然后这次算费剪出的 然后这本期是什么 缴绕的对比较深的一路 就是这样的肌肉对比较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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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面这个机构结构其实时间花的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我们现在还是要着重调整一下 像这种细节挖的深一些会好看 舍不得用整体杆还是要去掉一下 现在看起来上面的细节偏少一些 包括指甲的一些位置 指甲的结构要把它强调一下 掉了一种破损的感觉 增长古典的感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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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上面一些疙瘩的一些感觉多去画一些了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强壮的角色嘛 像上面都肯定不会太平整光滑啊 尽量去画的粗糙一些 包括我们在贴图上如果有这些细节的话 我们也是很容易去画贴图的 现在身上这种细节就会比之前心里很多 表面会多了非常多的这种很小的一些划痕啊 增加它这个精细感 我们换个材质球观察一下 我们换个材质球观察一下 把一些身体特征给雕刻出来 注意一下胸肌的一些形状吧 一些地方用移动笔刷把调进去一些 就是让它整个转折关系 注意一下整体的体积感 不要让它整个体块太平了 所以说有些地方会用移动笔刷把压进去一些 就是让它整个转折关系 会比较重确 会比较重确 现在去掉一些非常小的一些则皮的感觉 现在去掉一些非常小的一些则皮的感觉 然后把它抹平了 然后把它抹平了 有些起步不定的一些地方把它抹平了 所以我们把这些人也给了一些感觉 它过了一张体积感到最后一张的感觉 过一张体积感到最后一张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感觉中有点彩虚的感觉 感谢观看 画些这种肌肉上的表面的一些划痕去画一些 现在最主要用到的就是sh3号笔刷 把这个笔刷去画一些细微的一些凹陷 它这个凹陷是非常粒粒的 而且这个效果非常重 可以去加强一下凹陷的效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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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刷其实都还是一样的 就是把这个笔刷调小一些 笔刷大小调小一些 慢慢去对它进行一个磨 去磨它一个效果 慢慢把它磨得比较均匀一些 然后呢 它上面就会有一些很细微的一些 就是肌肉的一些纹粒 会残留在上面 但是又是非常细腻的 而不是就是非常粗糟的那种边编的那种边编 而不是就是非常粗糙的那种边缘 就后期的话要慢慢的把笔刷调小 如果你的笔刷永远是那么大的话 那你就很难去把它做得很细腻 一开始大结构肯定是要大笔刷 慢慢的再把笔刷调小来 然后要多去用这个Smooth笔刷 就是Shift键按住 凋两笔Shift键按住滑一下 把它给磨拼来 现在整个肌肉的一个紧绷感还是比较强烈的 谢谢大家 手臂的一些漏感再把它強化一下 調整一下手指的一些形狀 單獨的顯示這個手指 就是單獨把其他全部凍結起來 單獨的顯示這一根 都是很細微的一些調整 然後去調一些表面上一些折皮的感覺 用標準筆刷去調 這樣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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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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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恩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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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恩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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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